MING PAO CANADA 版本 大家好 我是Ferrm 志雲自從推出了很受歡迎的G60和X100之後 大家都覺得它吹的燈又便宜又方便又輕 吹的一定是成功的 很多人都買了它的燈來用 大家都很期待它有沒有更大的火數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支就是它最新的G200 開始影片之前記得按讚和訂閱頻道 有什麼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對這件產品對我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一起留言聊聊天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發覺六七成的人都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訂閱了不要緊 可以Like我的影片 Share我的影片 一起留言聊聊 令到我們Youtube的演算法 可以推出我們的影片 令到我們的頻道更加進步 記得大家幫幫忙 先說回這條影片 這支G200在X100推出之後 很接近地推出了G200 會不會取代了X100或者G60呢 大家看看這支G200究竟有什麼了解 先說一說智雲G200的設備 它最大的Switch功率是320W 輸入功率是350W 息溫範圍是2700K到6500K CRI大於95 TLCI大於97 這是它的平均值 一會跟大家測試一下 它的重量是2.2K之左右 連上燈頭和牛 這隻牛很方便 因為直接插電源的拍角 變成這條電源線插進去 就直接用得到 如果大家用過一些分體燈 它是很煩的 燈體再加一塊Panel 再加一隻牛是3塊的 這隻牛只有兩塊 燈頭和一塊Panel是連火牛 亦都很輕便 剛才說到2700K到6500K都可以轉得到 光暗也有0-100% 亦都可以看到 為何這支G200 200W帶有一個Max Mode 那為什麼呢 就是 當你兩個人一起按 它就會開啟燈的最大功率 就是320W的輸出 大家就當它是300W的燈 它在Max Mode之後 都可以轉位置 另外 Panel也是可以大小 照樣可以轉得到 而這支G200 前面都會看到 是一個Poence Mode 後面是一個散熱風扇 都很靜音的 但其實很多人都說 這麼大風扇 應該用得太久 會不會吵 一會兒和大家測試溫度和聲音的測試 燈和燈頭中間的連接線是9針 一條是駁著火牛 還有控制 panel的一條線 因為這支G200 都是Poence Mode 所以一般我們Poence的配件 都可以轉上去 大家留意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這些Stand-up Reflector 其實有個角度計算 所以 雖然其他品牌 可能都可以用得到 但是 因為它的角度計算 最好 都是用回原裝 這支Stand-up Reflector 當然 Softbox 或者其他 Modifier 其實就沒所謂 只要是Poence Mark 就可以用得到 另外還有它之前的Music Mode 也有 根據機頂的 開關鍵有一個咪 就可以收音 根據你的聲音 去調節 跳動光暗 有需要可以用這個Music Mode 也可以玩一下 這支G200 其實我都試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都蠻熟識它 因為在很多時候 我們去試產品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 很短時間 可能寄給你 你幾天之內要出片 或者是 媽媽的時間 你出片的時候 就要出了 你剪一組 要怎樣做 我會很不熟悉的產品 我寧願不做 但是今次 叫做 在智雲 即是幾支燈 我都可以一早 拿到一支燈上手 然後跟大家試一下 就會清楚明白這件產品 是怎樣的 就像這支G200 其實它有很多細節位 我覺得做得蠻好的 當然 譬如它可以直接用Bowens 沒有一個 自己出的專用駕 這個是很多人 最初很擔心 你會不會都是專用駕 你要轉駕 或者其他 這件事是好的 因為它可以直接用Bowens 的配件 很多時候 自己本身有的 這裡有的 家裡有的 你可以使用Bowens 的配件 亦都是 你可以買 如果沒有 你可以買一些 Bowens 的配件 或者智雲本身出的 Bowens 的配件 亦都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駕 除了 大家方便 因為其實都通用了 通用了那麼久 Bowens 大家一說就知道 是什麼配件 這件事是很好的 還有一支200V的燈 可以做到這個尺寸 這個輕度 我覺得是 在以前來講 又不是想像不到 總有一天都會做到的 Diamond 也想不到一天這麼快的來到 短短的一段時間 它的燈 在那裡不停地出 在那裡進步 我覺得是非常之 令人驚喜 譬如有支100 大家 拿支100 上手的時候 這麼小的燈 有沒有真的100火 功率 光度 也足不足 大家就是 時間證明 就是越來越多人 不在這隻 這隻X200 亦都是它現在 可能因為一些 鏡頭 或者是 一些Studio 它需要大火數 就不一定 拿出街 有插這些手持電 可能插濕電 就用回G200 你說有沒有缺點 當然是有缺點 任何產品 都會有缺點 當然 它這個產品 我覺得 最 又不可以說 完全是缺點 如果你真的放在Studio 有濕電 當然是很好 但是它始終沒有 一個電池 或者沒有V-mount位 所以 如果你要出家用 又或者是一些 沒有電的場合 你可能就要買一些 品牌的一些電池 就像我一樣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一些電池 可以插濕電 它就要插進去 以我自己的那顆為 我自己的那顆 就是1600W 就算我用那顆電 也好 1800W的Studio 容量是1300W 算是300W 就是它放到Max Mode 3 4 就算是12 就算是折損 12 就算是4個小時 其實一般來說都夠用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些 很長時間使用的 當然有其他的方法 又或者 你最好用回濕電 因為不用想到電 這就是唯一 我覺得它可以改進 你可以有V-mount的接口 又或者有其他方法 可以解決到戶外用 或者沒有電的時候 用到的方案 這就最好了 好了 講完剛才我想要的東西 例如V-mount 或者是一些解決 可以解決到電池這件事的話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它有些東西都挺好的 例如它本身 剛才講的細緻 輕 它有Bowens-mount 還有大家會發覺 就算它是分啓式的燈 也是比較一般小的 因為有些分啓式的 你知道很大隻 就是很大隻火牛 你本身是 你的燈頭很小 但是你的火牛很大 你帶出去也是麻煩 它做了一件事 兩件事都是非常輕 而且很多人都擔心 這麼小的燈 會不會令到它變得很熱 或者是它是不可以長開 這件事時間 即是我們測試去證明 這個真的做得不錯 亦都是和之前X18一樣 這件事都是 它是在溫度控制 以及用料上做得不錯的 當然要和大家測試溫度 這支燈 其實我在右邊畫面 已經開了1小時以上 溫度來說 其實在背面來說 Panel 位置真是不熱的 而且就算是燈頭 背部的位置最高 最高也是40至41度 而正面我們看到 它的反應也是不錯 如果你知道其他LED 其實燈珠也會比較熱 但測試中 其實是69至70度 都還沒有 其實70度是69度 對於燈珠來說 開了1小時 也是不錯的 這個測試當然是室溫 25度 20多度的情況下 當然如果你硬拉出去戶外 就可能會有另一個狀況發生 至於Panel 方面 即是火牛 火牛即是Panel 位置 最高也是20多度 30度 即是非常不用擔心它的熱量 即使最熱的燈頭 如果是這麼溫度的話 Panel 更加不用擔心 至於聲音方面 因為我們測出來 就可能不夠戲劇性 一般應該要以距離1米來測試 我們試一下 直到風扇上去 看看風扇究竟是否吵不吵 當然這個不是正常實驗室的測試 距離1米 又說計算了 所有東西 環境又靜 我們只是一個辦公室環境 室溫環境 接著就把測試的熱器 放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數據都頗帥 不會因為要做散熱 而令到麥克風很吵 作為一支影視的LED燈 最重要的是顯色性 我們先看看它的數據 在裸燈的情況下 不安裝Stand-up Repetor 5500K的設定 它能夠出現的CCT 是5445 都比較準確 流氓值是9570 TLCI是8.3 SSR D5是73.3 這個數據來說 是頗帥 我們試試 調整到6500K的時候 CCT是6343 比起日期來說 不差多了一點 但都是接受的水平 流氓值也沒有改變 TLCI是98.1 也是非常高 CRI是97.4 至於設定到最低的室溫 到2700K的時候 它出來的CCT數值是2768 非常優秀 TLCI是95.8 比起日期 又下跌了一點 但也上市入格 CRI是97.4 既然這支燈有Max Mode 可以200-300 也要嘗試 本身是200V 可以加到功率320V 我們當作300V CCT在5500K的時候 是5436 和5500K的設定很接近 流氓值是12546 TLCI是98.2 我們看看加速Refektor之後 能夠光亮到多少 加了Refektor之後 可能回到雲組 CCT是5500K 完全正負0 完全沒有誤差 當然這個測試是我們自己的測試 流氓值是78,037 TLCI是98.2 剛才沒有分別 加速Refektor就光亮了 至於這支燈指示 最光亮的時候是4300K 於是4300K的反應 CCT是4368 而銀泳值的確是比5500K 高了 81062 TLCI就跌到97.6 反而這支燈指示 我發現TLCI 的確是在日光亮的時候 比Tunston更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當然 去到97的分數 已經是很高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是有問題的 很多時候 一些分體式設計的燈 即是一支燈頭 再一個Panel 加上火牛 或者它不是Panel 或者它簡直是火牛 是要再加多一支 即是一個燈頭 一支Panel 然後再加多一支火牛 它非常好 一支燈 一支Panel Panel已經是牛 另外再加上普通的PowerCode電線 已經可以直接拿電 而且這個火牛十分之輕 即是 我覺得現在科技的進步 令大家拍攝越來越方便 有時候你輕 即是有些細的燈 或者一些輕的燈 可以令到一些 以前擺位擺燈 擺機 即是 令到你很困惑 很困擾的地方 這些 就在器材上 可以幫助 大家 所以剩下的時候 就是大家 多些創意 多些想法 不要只是 給這些器材進步 我們都要進步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 究竟這些器材可以幫助 大家 給大家一個概念 如果不分體的時候 大約那個尺寸是怎樣 我試試拿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 我準備了一支 譬如這支 是一支 200火的燈頭 燈頭本身 其實好像 不是很大 但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200火 即是我當它不是 滾到300 我當它真的是200 因為其實 它不滾到Max Mode 也有200火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尺寸 是很誇張的 很誇張的 即使加上這個 它的尺寸 其實 大家先看看 我放回 打橫它 然後 大家看看 這個是 那個 燈頭 然後 這個是 Panel 它就算加起來 都是小的 你不要忘記 這支是一支 200火的 即是200火功率的一支燈 對吧 這支是200火 這支只是 這支 這支還可以 哎呀 哎呀 這支是200火 然後可以Max Mode的一支燈 你說 真是 很細緻 其實很誇張 還有就是 剛才說到 這個是200火燈頭 亦可以滾到300火 其實大約 現在 一般外面的燈頭 有多大 可以讓大家對比一下 其實 就是 我先拿一支 100火的對比 哎呀 100火 這個 就是其他品牌 100火的燈頭 當然它是要再加火牛 即是類似 加一隻火牛 我們看看 燈頭 是什麼 尺寸 這個 拼不去 你看 如果 我拼回COB的尺寸 我加上火牛 都是差不多 所以很誇張 這個100 這個100 我可以去到 這個是很誇張的一件事 我們拿回 另一隻牌子 200火的燈頭 這個牌子 它這隻 可以不用插火牛 直接插火鍋 但是 它這隻是200火的燈頭 好 我們又看看 尺寸的對比 首先 C.O.B 大家對位 然後加上火牛 你看 哈哈哈哈 你看 尺寸相差 這是什麼 這個200 這個去到300 這個 所以是很誇張的一件事 如果大家有用開 這些燈頭的話 大家都知道 你看到這支 就一定是很吸引 沒有辦法 這個不僅是我去說的 有時候 我們都介紹的產品 都是 如果看的東西 本身不好 我們怎樣介紹 怎樣說 都是選擇 但是 如果我們自己覺得 真心都是好用的話 我也不介意說 我也不介意推介給大家 是不是 如果它是好用的 當然它一定是 大家都會買 就算 如果它是不好用的 我說都沒有用 我強行說給你聽 強行介紹給你 都沒有用 但是大家 都不用我說 好像這些X100 其實之前都不用我說 它本身都已經很好賣了 只不過我介紹給大家 是比更多 不知道 不熟悉 不留意 新產品 新的燈 或者智雲 有時候出了 未去到普及到外 每一個人都知道的時候 我們希望 做一些影片 試給大家看 所以 大家有興趣 可以留意一下 不知道你覺得這些G8 怎樣 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 如果你覺得 例如我想我試什麼 上網試玩什麼 給大家看 也可以一起留言 還有希望智雲 有什麼改進 有什麼新的產品 都可以一起留言 看看 即是猜一下 或者希望它們看到 就看看它們 可不可以出到這樣的產品 希望你今天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 試一些新的產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